手机每天解讯通知响不停 有老同学要你回复 自称之前联络过的陈小姐 或是说打来没接 有急事要加LINE的方小姐 甚至有人直接劈头问 奇怪耶 干嘛不加我LINE 熟悉的陌生人感觉又像诈骗 让民众收到怕不堪其肉 手机一直响 我是觉得蛮吵的 很烦 我都直接把它删掉 真的有够烦 民众删除封锁删不完 现在有网友出奇招 不管是张小姐李小姐 自称证券业务员的 统统拉进群组内 不想投资自己当起大老板 跟这群诈骗账号精神喊话 一一take要求大家汇报业绩状况 也不光介绍行进同事 要彼此认识认识 蛮聪明的 因为没有人喜欢被反嘛 还蛮好笑的 反过来弄他们的 弄人反被弄 诈骗账号有人傻眼赶快退群 网友还一度对幸存的一名业务 故作感慨的说 全公司只剩你不离不弃 现在开始你晋升业务经理 网友笑贩说太有才 真的可以出口气直接变身当总裁 但也想问这些账号加入 到底会怎样 我不要行销啊 或者是可以叫上连 只要你加入他的资贷 他就有机会 一直向你发送这些讯息 加来之后 可能被加入投资群组诈骗 甚至可能传送钓鱼连结 导致中毒 收到不代表各自外泄 因为讯息多半是乱述发送 民众想要完全阻挡 最快速的方式 就是直接设定阻挡陌生讯息 才能彻底让耳根亲近 接下来科普一下 这个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成水 不会感染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 所以小朋友孕妇也适用 万万水神不伤人体 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 如果不够用的话 可以干脆把生成机 买回家自己来使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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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